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們就幫他做化療的治療 還有那個放射線治療 去治療那個脊椎的部分 可是他們在病房 他太太給他大吵了 因為我們還發現他有吸乾 但是他之前的檢查是沒有吸乾的 所以他太太從頭到尾都是這樣子看著他 並不想幫他做事 那你吸乾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 幸福你 就不知道是不是血 所以他太太可能有看醫師好辣 有點醫學知識 所以他太太就知道 他太太應該要擔心他自己 對 所以他也很擔心啊 他就是還去做檢查 然後他就很生氣啊 這怎麼回事 因為不是血液傳染 就是性行為傳染 我相信大家看到這裡 一定會心中第一個想法是 那我到底有沒有BC乾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健保 100年8月以後開始 我們就會有一個實施就是 我們知道有那個全身健檢 在40歲以上 那如果你45歲以上 全一整輩子 你可以有一次機會是 健保會幫你做這個BC乾的篩檢 所以其實如果你本身 已經超過45歲以上 那你也正常不要去做這個 我們說的健保給付的 這個全部的這個檢查的時候 你不妨告訴他說 你也想做這個檢查 幫你檢查看看 那其實你就會有個底 那你對未來的追蹤 你就會比較知道方向 而且西肝現在用口服藥可以百分之百的治好 就像吃抗生素一樣 可以百分之百治好 在三個月到六個月的療程 所以西肝現在是很好治療的病人 像我是碰到很勤勞 只看過一次 就是肝功能一次那是正常 晚上就開始慶祝開始喝酒 然後無限暢飲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碰到 也是一個50歲的阿伯 然後他平常就是每天 三餐都配一瓶啤酒 然後之後呢 他已經到啤酒已經變成水了 然後到開始喝高粱 然後才覺得有點微醺這樣子 然後家人當然是說 不要再喝了 你這樣子很傷身 他說 哎呦我就做過那個抽血都是正常的 對啊有什麼關係 對啊 然後後來就發現 他開始 面部就開始發黃 然後肚子本來是啤酒肚 他後來是 對後來來醫院檢查發現 他其實裡面 對然後 然後開始發現那個肝臟是 已經酒精性的肝炎這樣 然後裡面有一顆 大概五公分的腫瘤 然後後來也是做了化療放療 然後不到兩年就走了 像這種酒精性的肝硬化 就是肚子會越來越大 對 他都以為是啤酒肚的 以為喝酒喝得肚子大 其實不是 他這種表現都是 四肢會乾乾扁扁瘦瘦的 但肚子會比較大 眼睛慌慌的 我就遇過一個年輕人 其實他不到40歲 那也是他很常的喝酒 最後他就肝硬化有腹水這樣子 那直到有一天 他回來急診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有 那一來我就說 你這個可能因為肝硬化 造成了那個食道靜脈曲上 破裂出血 而且血量滿大的 所以我們上消化道的出血 原則上是黑的 因為有經過消化分解 那像他那種吐出來都是 吐出來都是鮮紅色 一定是比較大量的 或者是死刀肌脈曲 這樣破掉就吐血 好像戲劇演的那種 對 那他來的時候 其實我印象很深刻是 他的太太就跟我說 奇怪醫師 他最近都有在檢查那個肝功能 那為什麼還會 有那個肝硬化惡化的那種狀況出現 我說為什麼他 最近這麼勤勞去檢查肝功 他喝酒都沒有在節制 他說 因為他爸爸就是肝癌去世之後 他其實就有點焦慮 所以他會定時去抽 他真的就每個月去抽一次GLT-GPT 那因為他看到功能是正常的 所以他就很放行著喝 就是心裡想就是跟這個肝功能 來維持一個危險平衡這樣子 對 那事實上他肝硬化 剩下好的肝組織其實已經不多了 而且他肝臟沒有到很 有沒有發現他其實 釋放出來的效率 其實不會讓GLT-GPT上升 我們應該要合併評估其他的東西 像黃肝的指數 白蛋白或者是鳴血功能 如果這些東西有異常 那表示他的肝臟已經失去代償了 所以那個先生後來就很慘 他吐血我一看到他 就覺得臉色不太對 我馬上打電話給腸胃科醫師 腸胃科醫師 那腸胃科醫師聽到也是 這個一定要緊急做胃鏡 他就下去做 那時候我們所有報告都還沒出來 就很緊急的幫我去做這個病人 結果沒多少這個病人被退貨 就退回來急著他說 我胃鏡下去看 他那個死到肌脈血量破裂出血 那個血根本 他根本都止不住 綁不住 所以退回急診室 我就幫他擦過來 我們先暫時放了那個 胃死到肌脈球 我去把他壓迫直去的這樣子 來 接下來談到子宮內膜檢查正常 潛藏子宮內膜癌的危機 大部分的子宮內膜癌 大家知道大概都是在停經後 但是其實現在隨著我們的飲食 越來越西化 那女生的體重也越來越高 比較肥胖 所以有大概慢慢往上升的趨勢 所以有兩成五到三成 是在停經前的女生發現的 其實子宮內膜癌 他在我們婦科的三大癌症 子宮內膜 卵巢 子宮頸來講 他已經算是最早有症狀的 就是他會流血 其他的不會流血 但是會流血是好也是不好 因為有的人他就不正常出血習慣了 他覺得他好像有問題 可是他也不來檢查 我就常常這樣滴滴答答 我也不管他 那再來的話就是最常見 其實是所謂的停經後的出血 停經後的女性 我們台灣平均大概五十歲 到五十到五十五歲 那停經了以後 一般來講就不會有出血 即便你出血的量非常非常少 可能兩三滴深核色 不一定要到鮮血 都還是有問題的 所以停經後的女生 如果有出血 一定要去檢查 那我們子宮內膜癌的檢查 最標準的話 是照那個子宮內膜的超音波 可是大家要想 我們子宮或是人體的器官 它是立體的 超音波它是平面的 所以在這個立體的空腔裡面 很容易還是會有死角 尤其是很多女生的子宮 都有長一些肌瘤 肌線瘤 席肉 它根本不是一個完整的平面 它是凹凹凸凸的 所以在檢查的過程中 有時候就會有某個角落量起來的厚度 可能不到那個厚度 可是實際上它已經超過了 我們正常來講 停經後大概抓在四厘米左右 如果是有服用磁激素 就是服用荷爾蒙 大概可以抓在六厘米以下 都算是正常的 但是有可能它整個子宮 這邊是三厘米 這個地方有問題的可能是六厘米 所以你在掃的時候 如果說不仔細 還是很容易會失的 現在不是有內視鏡的檢查會比較好 內視鏡的檢查是比較少用的 除非是子宮腔內 那個是已經前面有問題的才可以 你說的內視鏡從肚子的 它只能看到外面 我們現在說的是子宮內膜 是子宮的裡面 它又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子宮內膜 它其實有點長得像一個倒三角形 就是倒三角形 那我們在做檢測的時候 如果要診斷 從這個三角形的尖端進去 採取少量的子宮內膜組織出來 如果一個三角形 大家就知道這個地方一定最難採 根本就拖不到 死角 那每次採樣 大概也只能採20%左右的細胞 那並不代表那20細胞是健康 其他就健康 對 就很容易會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要先做著超音波 看說在哪一個角落 在哪一個方位 然後再下去採樣 所以如果說病況比較早期的 或者說它病狀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其實在採樣有的時候會有點困難 所以那時候什麼政府6分鐘護醫生 那是 那是子宮頸 就是有 不一樣 那個是子宮頸 對這樣 瓜哥也講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對 那能不能 才採樣的道 你要早期發現 靠抹片是很困難的 而且像這樣採樣 如果不完全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就會建議病患就是 可能要全身麻醉 下去再去採樣 還有很多的案例就是說 有些人他子宮內膜 他是增生 增生是良性的 但是他有一定的比例 會變成惡性 我之前有個案例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不正常出血 我們就來做一個刮燒術 後來送去病理科化驗 出來他是子宮內膜增生 是一個良性的 但他有一些不正常的細胞 所以他變成惡性的機會 還是有十幾% 那我們就跟這個女性說 請你以後按時追蹤 還要服用黃體素 然後他就說 他要去那個南投的山上 種菜一陣子 過隱居的生活 養生這樣子 好就去了 去了他就沒回來 過了三年以後再回來 其實再檢查 就已經變成子宮內膜癌了 所以當初檢查是正常的 良性的也採樣了 可是因為他還是有一部分的機率 有可能會轉變成惡性 可以轉變 對 會變成惡性 就是證人可能轉為被告 對 因為細胞裡面 其實檢查車就有一些建議 所以十幾%是算高的 其實最嚴重的話 子宮內膜增生 有一個是合併不良細胞的 它最高會達到25% OK 那會不會把整個子宮 拿掉就好了 也是可以 但是要看看他的臨床的症狀 跟他的級別有沒有到那個地方 也不要做過度的治療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其實有四癌篩檢 這四癌是包括 子宮頸癌 乳癌 大腸癌跟腿腸癌 那這些癌症的篩檢 不代表我們全身 只有這幾個地方得到癌症 只是因為這些癌症 它的第一個它篩檢的 我們發生率比較高 對 以及早發生及早治療的 治癒率比較高 所以這些癌症 我們會當作是主要的 先去把它揪出來的主要元首 但是就像剛剛我們提到的 其實除了這些地方以外 很多地方其實都會得癌症 我有一個這個 雖然是朋友 這個朋友 他後來就是子宮內膜癌 走掉的 那呢 很可惜 就是說他其實 他一直就是乖寶寶 四癌篩檢 他基本上有做定期 那個什麼收到通知 他都一定會去做 那他就是在這個停經之後 他一直就是會有出現 真的就是一點點 但是因為其實 剛剛其實維真講得很好 就是一點點的說 你還是要試他為重要症狀 他也試他為重要症狀 他認為他有上網去查 說子宮頸癌 在這個癌症的時候 也可能會因為一些 我們說發生關係的時候 會容易出血啦 甚至有時候會莫名的出血 所以他就一直認為說 那既然他的出血 子宮頸癌的檢查 一直都是正常 那他一定沒事 所以他就這樣一直拖拖拖 拖了好幾年 直到到後來的時候 因為症狀比較明顯了 他後來去 真的去看婦產科 婦產科才發現 他是已經是子宮內膜癌 而且已經擴散了